不免俗的,先来看看效果。 除了画质有变差外,换脸效果还真的蛮惊人的,废话不多说,赶紧来说明Collaboratory怎么使用。 首先,您要登入您的Google账号,登入完后,来到影片的下方。 点这个连结。 先不要点连线,点旁边的下拉式选单。 点查看资源。 点变更执行阶段类型。 点硬体加速器选单,点GPU。 点储存。 点连线。 等待分配资源。 这边要确认的是有拿到GPU RAM的资源,没拿到的话会无法执行哦。 如果一直拿不到,可能是目前的伺服器硬体资源额满,只能再等一段时间是看看。 这也是Collaboratory免费版最大的问题。 有拿到GPU资源后就可以来点这里,开始安装ROOP换脸程式。 里头的原始码就是安装ROOP和执行ROOP而以沃,可以点这里继续执行。 这一个程序是在安装ROOP换脸程式,比安装StableDiffusionYBI快,大概一分钟左右。 当这边停止转动的时候就表示安装完成。 OK,已经安装完成了。 再来点这边,打开类似档案总管的界面。 这是刚刚安装的ROOP换脸程式。 等会要把图片档和影片档上传到这边。 点这边会出现夏拉斯选单。 点上传。 选择您要换脸的图片和影片,可以压住键盘的Ctrl键进行复选。 复选完后,点开启按钮开始上传档案。 这边的警告视窗是在跟你说,当您离开Collaboratory后,您的资料将不会被保留。 点确定。 这边有上传的进度。 Collaboratory另一个缺点就是上传的速度比较慢。 来个10倍速压缩。 OK,上传完毕。 来检查一下。 这一个是影片档,这一个是图片档。 如果你没有看到档案的话,可以点这边来重新整理。 这样应该就会出来了。 确认上传的档案没问题后,把画面往下拉。 这一段是执行换脸的指令,这一个是要换脸图片的盗名。 这一个是要被换脸影片的盗名。 这一个是换脸后输出影片的盗名。 图片的盗名要跟刚刚上传图片的盗名一样。 您可以更改上传的盗名,或者是更改指令上面的盗名。 只要这两个盗名一样就可以了。 这边先来示范改上传的盗名,点这里。 再点重新命名档案,输入P1。 影片的盗名也如法炮制。 确认一下要换脸的图片和影片盗名正确后,就可以来点这里的执行按钮。 这边会根据您的上传的影片名称建立一个资料夹。 它的原理也是先将影片转成图片帧,在每一帧每一帧处理,最后再合成影片。 来加快点速度。 OK,跑完了。 这边会依据你指令上的输出影片档名建立一个影片档。 如果你在这边没发现的话,请点这边的重新整理就会出现了。 在这边,可以点这里来下载。 下载的进度在这边。 选择要储存的地方。 来看一下成果。 发丝的细节还要加油,脸部的表情就换得很不错。 让我们再试一次,这一次更改指令上面的档名。 来上传换脸的图档和影片。 这边要特别注意一下,如果换脸后输出的档名一样的话,这边记得手动删除上一个换脸后的影片。 因为有时候collaboratory没有删除掉,下载后还是上一个换脸的影片。 档案上传完毕,来更改指令栏上的档名。 供改完毕后确认一下。 没问题后,就可以来执行了。 OK,换脸完毕,来下载看看。 换脸的效果真是令人惊艳。 不过某些角度还是会换脸失败。 换脸失败看起来有点灵魂出体电影特效的感觉。 越来越恐怖了。 最后如果不要使用collaboratory了,记得来这边点中断连线并删除执行阶段。 如果直接关掉网页,您使用的时间还会继续计算一段时间才会停止。 免费版每天都有使用时间上限,这样才不会浪费您每天的使用时间。 请问可以将主部安装到自己的电脑吗? 可以哟。 目前老阿贝有做好一个影片,可以将roop安装到自己的电脑上使用CPU运作。 没有和collaboratory做成一个影片,是怕如果跟stable-diff-suin-webUI一样,太多人使用后被禁用。 导致影片被检举需要下架时,不会去影响到本机安装的影片。 如果想要把roop换脸装到本机上,请点资讯卡上另外一支roop换脸影片来安装。 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如果影片的内容对您有帮助的话,再记得帮老阿贝订阅,分享加按小铃铛。 谢谢大家,祝健康快乐。 老阿贝下台一鞠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